今天是小孩爸爸第一天的上班日 那我现在其实在客运上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在一高上面 那我现在就是在9026上面 因为我们9026最近 这个因为有调整的路线 那现在呢会增庭系纸 那边有大概有四个站左右 然后终点站现在又不进南港车站 直到南港展览馆 那这一点呢 其实有影响蛮多通勤族朋友的权益 所以我特别今天介绍几位 我的优秀的这个伙伴同仁朋友 这是交通处的王俊宏 王处长 他原本是基隆市政府参议 他原本就是十年前 就是交通旅游处的处长了 另外一位是我以前立法院的好同事 林立产委员 他现在是我重发处的处长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果良的一日通勤 特别邀请了交通处跟综合发展处 两位新处长同行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实际的走动 用同理心来感受通勤族的喜怒哀乐 希望在政策方面能够更贴近民众的需求 解决通勤族的痛点 跟各位市民好朋友报告 那目前9026的部分 已经积极在协调 大概因为这个心情 应该会有比较确定的一个方案能公告 所以要再度跟各位市民 报告目前的最新进度 那有关R字头的R86这三个公车路线的部分 那我们在那个20号的时候 市政府已经启动了所谓的备员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礼拜我们也会再跟相关的业者 包括游览车业者以及基隆客运公车处 就明年1月1号 假设基隆客运营运有在改变的时候 我们会立即再做一个应变 所以基本上相关的应变的方案 我们目前都已在积极的一个所谓的研议中 也在协调中 那大概也跟各位市民报告 这个部分请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中断来行驶 或确保市民好朋友的一个公车通勤的一个权利 我们重发处就是整个综合规划嘛 那和各个局处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 解决市民的一些通勤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除了来了解一下 整个通勤的状况班次 还有各个我们的车辆的这种停靠站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来了解之后 我们会整体性的去规划 那希望说可以去解决市民在通行方面的一个不便 不管是就学就业 还是可能到就是到外面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块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透过现场的观察不难发现 谢国良的市政团队希望秉持着接地气的理念 用同理心来规划政策 才能够及时地解决民众的需求 相信这将是市民之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